救命 干吗 干吗 慢点 走 开始 少爷 你别管我了 自己跑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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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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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开门 大夫开门 来了来了 瞧什么瞧半夜三更 来 门都敲碎了 大夫 我兄弟受伤了 麻烦您跟我去一趟 天太晚了 不出人 我兄弟伤势严重 您跟我去一趟吗 不是我不愿意去 这黄军有规定 半夜宵尽不许出人 你兄弟什么病 我瞒您说 我兄弟是红尚 啊 这个黄军有规定 私人不让之人 孩子 帮帮帮送我求您的 不行不行 等一下 他人在哪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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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枪声 您 您要干什么 今晚这病 治也得治 不治也得治 这 这黄军知道了 是要杀头的呀 你要是不治的话 我一样要你的脑 好 好啊 我 我这 这 看看 好啊 没事 子弹穿过大腿 打出去了 没伤到我骨头 他最近 有些伤风感冒 又受了枪伤 恐怕 他要用一些消炎抗菌的药 不然的话 怕扛不住了 那你赶紧给他用药吧 这种药现在最是锦俏了 而且黄军 不不不 鬼子管得有盐 店里头早就没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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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有一种药 你看看 能不能用 片彩黄 这可是好东西啊 这是早年间的宫廷玉药 醉食清热降温 凉血化淤了 我知道 那您赶紧给他用 好 水 大夫好 我这兄弟 伤势严重 今天晚上 他也能留着康护 你就留下来吧 这可不行 我一家老小 还等我回去呢 这个给你 那我先走了 等等 好 得罪了 刚走 洗花 天少爷 刚走还活着 感觉怎么样 疼 疼死我了 他是谁啊 清女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知道 你们都是劫富济贫的江湖好汉 什么江湖好汉 你们是武功队啊 还是游击队啊 什么队的跟你没关系 总之这些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长官 我有个兄弟也在咱们队伍上 五十七师的 五十七师的 六零五团 大号叫李天柱 是柱子兄弟 柱子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亲兄弟啊 这是我战友 长官 他现在人好吗 他挺好的 那您帮我给他带个话 就说家里都好 让他安心 在咱们队伍上 我 我还得拜托你一件事 耽误之急 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但是 我兄弟麻烦你照顾一下 你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这位兄弟 那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这个是我身上所有的积蓄 积蓄着 不用 不不不 你拿着 我走以后 我希望一日三餐 你别少了他的 你放心好了 pray for you 快来 开吧 开吧 少爷 坎子 都是我的错 瞧您说的 刚怎么没事 我还记得咱们出溢水的时候 那大小姐跟我说 让我照顾好您 千万别让您出什么事 这么多年了 咱们出生入死都过来了 眼看着就要到京城了 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我动不了了 怕是不能陪您去找书白老爷了 当初啊 不是我妈逼我去找书白的话呀 真不想找 您说书白老爷 他会在京城吗 谁知道呢 刚才 你听我说啊 你呢 一边在这儿养伤 一边在这儿等我 我还是去一趟京城 大概 顶多一个月吧 如果我见到露书白的话 我就把他带回来 如果我见不到露书白的话 我就回来找你 到时候咱们一块回溢水 好 行 小偷 给我 你小子 你瘦够快的呀 谁是小偷啊 你的钱掉地上了 我帮你捡起来 是我掉的 还是他帮你偷的呀 当然是你掉的了呀 我偷你东西干吗呀 你没看见你的钱掉了呀 就是你偷的 谁偷你东西了 嘴硬什么事 我偷你我 你个臭肥你 说谁臭灾呢 就是 喂 太隽 干什么呢 这小子 回来 别跑 太隽 这小子良心得大大的坏了 他偷我钱 放手 你是啥偷 他的钱掉地上了 我就帮他捡起来 谁偷你东西了 这是干什么的 我 我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 你回国上的老箭 和手指上这箭子 是打枪打出来的吧 我是种地的 种地的 你是当兵的 走啦 是 好 现在安全了 你没事吧 那些日本人为什么追你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休工事长 我偷偷跑出来 他们就追我 你在这儿待一会儿 自己要当心一点 我先走了 哦 花姑娘 大大地漂亮 哦 你不能走 哦 不能走 陪我喝酒 你放给我 哦 今天好好地陪陪我 请你让开 不过行 妈 妈 哎呀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爸那儿等着你呢 哦 是吗 妈 我 哎 姐 我 不是 我要叫你姐的话 这臭流氓她走不了 那谢谢了 算你机灵 哎 换上了 这件衣服 还不太习惯 哈哈 没想到我先生的衣裳 穿在你身上还挺合适的 来 快吃吧 饿坏了吧 你这么一穿 简直是换了个人 你做的啊 嗯 好吃吗 嗯 这我妈做的还好吃 真的 嗯 你是饿坏了 哎 你到底多大了 怎么张嘴闭嘴 老在说你妈呀 因为我叫我妈一个群儿 哦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嗯 哎 你叫什么点啊 我还不知道呢 干嘛知道我叫什么 那我将来 怎么感激一下 我不用你感激 那你也得让我知道 是谁救了我吧 陆太太在家吗 等一下 李先生来了 陆太太 哦 家里来客人了 哦 家里一亲亲 老板说叫你过去一趟 有点事商量 嗯 你吃好饭 休息一下吧 我 我 你会吃的 增加 你看 你会吃的 所以 你会吃的 你在诺健康 什么 你会吃的 我 你先别急 听哥说 这个小金上前线 押送了一批 很重要的军用物资 但是这批军用物资的时间 和目的地尚不明确 组织上派给你的任务是 立刻进入北平 和数百配合 查清楚这批军用物资的动向 然后炸掉它 好 太好了 我这就动身 你 照片上的这张脸 许天再熟悉不过 他曾经无数次在梦里梦见过 他万万没有想到 踏破铁鞋无秘处 竟然在这个陌生的小镇上 遇见了 把父亲从母亲身边 夺走的女人 他要立即去告诉母亲 这个人不会再回乡武镇了 那个 忘了你说 今天 我在街上救了一孩子 她是被日本人抓去修工室的 跑了出来 我看她挺机灵的 我是想留下来 可如果 我这就去北平的话 乌兰 听我说 现在这个时期比较危险 慎重为妙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走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爆炸威力够吗 没问题 列车上有很多轨子运的军火 这是雷管 起爆时间我定在三十分 加上停车和寒暄的时间 应该正好 如果需要改时间的话 我们再商量 你还有一只备用雷管 我怕有什么意外 这是及时起爆的 压力超过十公斤 就可以起爆 答应我 如果用上它 我们必须在一起 见到书白准备的备用雷管 纽兰立刻知道了书白的用意 如果一旦发生意外 他们将随着这个雷管的引爆 把鲜活的生命 献给他们的信仰和事业 这对十几年前 就被爆纸称为革命鸳鸯的书生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刻的拥吻 也许将变成永远 请问今天到广播的票有吗 没有 那个我要两张明天去溢水的车票 溢水没有 那后天呢 后天也没有 那有哪天呢 这就说不太准了 您没看到这边的牌子吗 好 大佐藤 您的车票已有了吗 没有 您的车票已有了 您将在5分钟之内 全的荷物都放在10分钟 再到10分钟 您将到10分钟 您等待您 您现在 您现在已经来到 您快乐 您将来到 您需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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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伙子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请问一下 去浴水的火车是往那边走吗 走了 刚开走 你看 刚开出去 小伙子 快走吧 别在这儿晃荡了 最近 日本人检查得很严 他们要看见你在铁路上溜达 会把你当破坏分子抓起来的 为了搭趟车 再把小命搭进去 不值得 快走吧 对不起 来晚了 让您久等了 让您久等了 徐先生 又迟到了 没办法 这女人出门就是要比男人麻烦一些 小青君实在对不起 主要是我想这一路只有我一个女人 怕杀了你们的风景 所以特意多花了些时间化妆和更衣 实先生 你的这位夫人不仅荣傲赏心悦目 而且谈吐极为妥当得体 真是好福气啊 哪里哪里 小青君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将领 那才是一表人才 若是小青君如有一天想要成亲的话 不知道会有多少 貌美如花的大侠归秀 来投怀送抱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小青君一定让徐宝来办 大日本帝国的君呢 以天皇教育的使命为重 还是先国事后家事吧 是是是 续尚 你这次去天津是什么任务 天津参谋本部即需要一位 精通中华顾学的人 用来破解敌方的密码资料 小青君 想想当初 要不是小青君的赏识和一言九鼎 虚谋 哪有今日啊 我去天津 小青君去青岛 全岛我送小青君了 你看 我带着围棋 咱们路上好好下一盘 都算是 就是 还提这些做什么 不过 不过 这一层 我恐怕 要送你了 没什么 伤患有令 原来一定 送青岛的军火 都要在杨玉清卸车 将铁路沿线的零上部队 都要重新装备 成为一个战斗旅 这些 都由我来统一指挥 确实 双方会有新的人友交给我 这一期 恐怕你我 很难见面了 这战事就真的吃紧到 连文职官员 都要上前线打仗吗 再说 以小青君的资历 怎么可能屈就去做一个旅长呢 战事 借借败退 现在主要有能用的人 就上前线去 上方怪罪我 在北平处理的事情不利 军部也有人说 不应该花这么大的力量 养一帮 中国话怎么说 吃嫌患的 在后面嫌逛 还不如 让他们去前线打仗 报告 列车里的穿达 准备了 准备了 好了 知道了 徐先生 稍后 一会儿车上见 好 好 怎么办 敌人突然改变了部署 我们还要按原计划执行了 必须得炸个这手军火 要不然不知道会有多少中国人死 你把雷管给我 我重新调时间 你上车装好以后 我着机会调下去 什么意思 难道我不上车吗 你上去干嘛 很危险 可是如果现在我不上车 小静一定会怀疑的 到时候会更危险 只怕 连任务也办不成了 报告 后方的车车也完成了 没问题 对 对 准备了 快出发 是 是 大佐殿 敌道附近 怪兵 指导 指导 怎么办 在铁前的库处 中刺刑 是 再说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我们要在一起 活在一起 死也要在一起 多长时间 三分钟 好 续长 我们可以出发了 好好好 阿佐 打得给你 放开 打个车 我错过了 我的火车 干啥 你们把我放了 我拿死车 这一声呼喊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一切都似乎凝固住了 谁让到这儿 我给你说多少回了 不是你到城里来找我 是你妈让你来的吗 我每一个用不是不给家的钱 徐萨 这个人你认识吗 这是我跟我相级前妻的人 找我要债的 那你让他上车吗 让他回家 喂 快点说 赶紧回家 跟你妈说 好好地在乡业过日子 我跟你说过 欠你了 该有我的怀疑 快过去 快过去 放开我 赶紧跟我走这危险 你是谁啊你 我凭什么跟你走 我叫林刚 京城柳家雨水徐门是市角 你没听说过我 没听说过 一群为妃做的狗汉奸 你们傻孩子 你刚才那时候陆树白 差点要了你爹的命 他是要去炸日本人的火车 快点上车 还傻愣着干什么 上车 走 走 大佐长 嗯 发射的手机 全都整理了 你发射吗 知道了 你慢着 是 嘿 徐先生 不要耽误时间 我们下一盘盘 我也正有此意 来来来 分别之际 让你再领救一下我的奇迹 好 小监军 你来选资吧 按老规许 我只白 好 这一别以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和你下棋 嗯 小警局 这才是第二次 就要参考啊 你叫陆树白 小金 用刚才徐天喊出的这个名字 称呼自己 数百知道 最后的时刻 就要到了 是 为什么 这话说起来话长了 小金 小金军 我们 一边想 我一边跟你说 好 你等一会儿 喂 谁说真的 那个贱房学ort 有啊 这个骨抢 有但是对上个骨抢 팝一骨抢 寫自己的名字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 生活就好得多了 作为钱清汉林家里的佣人 他深得主人的赏识 后来 让他做了管家 我的义父徐简博 是钱清的国士 是个大才子 他不仅学识渊博 而且人品高尚 对待下人 宅心仁厚 他从小对我喜爱有加 在他眼里 他视我如己出 教我知识 教我做人 如果不是他的教诲和关怀 我恐怕很难有进 他有两个孩子 长子徐书成 幼年 去东阳留学 学诚回来以后 在燕大 做了教授 还有一个女儿 叫徐书龙 我从小跟她一起长大 在我眼里 她既像是我的姐姐 又像是我的妈妈 我义父临去世的时候 许下了一桩婚事 让我长大以后 允许殊荣 在我们这个国家 婚姻大事 一定要遵从父母之命 在日本也一样 在日本也一样 可是我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我从小就把书龙 当姐姐 我不想改变这种关系 但是我父亲喜欢 我记得在成亲的头一晚上 我觉得这桩婚事 就像是一个笼子 一个让我不自由的笼子 一个让我的爱情 也不自由的笼子 那你到底进了这笼子没有 住了一晚 一晚 因为第二天一早 有人帮我打开了这个笼子 那是一个 我可以相守到死的人 是一个笼子 我仔细想想 其实我在情感上 一直是个比较愚钝的人 我都到了北冰好久 一直不知道自己 情感上的归属 直到有一天 舒诚跟我说 说扭兰爱意 我才知道 这段情感一直都在 你胡说 你一直什么都知道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事情难道不是一直朝着 你希望的方向在发展吗 什么 你是我见过 天生就有智慧的人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好演员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好演员 我都是很想听听 像你们这样 身色不错的年轻人 怎么成为 共会特务的故事